这是央视春晚 春晚对 春晚上了几次 三次 我们之前编导 要把这三次的 很多的素材整理出来了 我们也一块来看一看 好 哎呦 天 这是 这是 这是今年的春晚 三次春晚 这个第一次是 16年的春晚 对 第一次还挺紧张的 那个时候不是一个 我最自信的一个歌曲上去 然后跳的那个 那个不是我们家乡的藏族舞 弄了很多次 然后最后一轮一轮审查 一轮一轮审查 然后到最后真的 在台上去跳的时候 我其实感觉像 第一次去的时候 其实没反应过来 就是在台上 很兴奋 下去以后就结束了 就那种感觉 后来就好了 第二回呢 因为就是跟我一起演唱的 这个歌曲的歌手啊 包括 云飞啊 云飞哥啊 曹福佳 金敏儿等等 都是我私下 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 我就开始享受舞台了 2020的这次春晚 其实对我来说 还挺挺难忘的 到最后大年三十那一天 所有的所有的演员 演制人员 大家都是戴着口罩 上台那一刻才摘掉 压力非常的大 那2020年这场春晚 能真的把这个年夜饭 端到台上 给全国的观众 其实是真的很难 最后机缘巧合 站在了这个 李谷一老师旁边 然后跟李谷一老师 一起唱响 《难忘经销》的时候啊 其实还真的挺感动的 然后我当时 我记得我当时 我唱的那一句是 就是明年的再相会 我唱到明年的时候 我就在想 下一次春晚的时候 不管是不是 我在唱这一句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已经像 之前一样 开心快乐地 在生活工作了 没错啊 能分配给你这一句 可能也意味着 你未来的春晚 其实还真的是 非常有希望啊 明年再来 明年再来 对不对 希望明年还有我 对 我们看啊 这个扎西的相册里 其实还有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照片啊 我就发现 这张特别好玩 就你们两个是在 给对方弄头发 是因为我之前 拍电视剧 《香格里拉》的时候 跟这个胡哥 就是我的哥哥 去建组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男一号是胡哥 我是男二号 然后我到了这个 剧组以后 我才知道 原来我跟他 要在一个戏里面演戏 后来我们就去拍了 这个电视剧《香格里拉》 有一场情节 是我跳牙 然后胡哥这么抓我 就让我不要跳 他一只手这么瞪着我 我在牙下面这样 完全整个悬空 剧组真的选了一个 就是那种落差 几百米的悬崖 在立江 我当时看到 我真的脚都发软 我就整个是脸是绿掉的 然后在那 绑那个薇雅的时候 是整个都木了 我在那 胡哥可能看我太紧张了 他在旁边说 薇雅没事 薇雅很安全 但你要记住一个窍门 我当时本来 窍门 什么窍门 然后他就说 待会儿是这样 你记住啊 你下去了以后呢 你记得一定要松手 如果有任何的闪失 你要松手 我说好 松手 有闪失就松手 拍完了 然后 那个中午吃饭 我问他 我说 我说哥 为什么要松手啊 我松手是不是会怎么样 他说 你想啊 我拽着你的手呢 你如果不松手 那是两条人命 嗨 但刚开始他教了我很多 我后来跟思诚哥 陈思诚 我们一起拍另外一个电视剧 我跟宋毅演 我是男二 然后宋毅女二的时候 他不在剧组 但他一直在教我 就是眼神啊 台词啊 我每天的戏 我都发给他 台词 我说 你觉得该怎么弄 然后我们俩就交流 交了我很多 对 那之前我第一次 跟老胡认识的时候 那个故事也特别好玩 我在云南拍戏 突然云南电视台给我打电话说 有一个就是 众志成城的一个歌曲 大家就全部汇聚在了云南 卫视的演播厅 远远就看见了胡哥 然后到我快上台的时候 准备上台 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 然后我转过去 我看 胡哥 然后他就说 你好 你是扎西顿珠吗 然后我说 嗯 我是 他说 我是胡哥 然后我心想说 谁不知道你是胡哥 然后他说 你平时是在上海吗 然后我说 对对对 我在上海上学 我还没上完 他很认真 很严肃地说 那你介不介意 就是你回上海以后呢 我约你出来吃饭 然后带上我的母亲 你介意吗 我说 不介意啊 然后我都没反应过来 什么意思 然后他说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然后到了上海以后 我们真的吃了这顿饭 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胡哥的妈妈阿姨 是从我好男儿开始 就特别特别特别地喜欢我 很感恩这份缘分